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十军 第三十一军由总指挥徐向前带领进行西征打通国际交通线 两个军第四军与第三十一军留守陕北 因为西征军受到西北马家军攻击留守的两个军 当时组建成员西军 准备增援西陆军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成 出任袁西军总司令 最终西征失败 西陆军全军覆没 从指挥徐向前一路讨饭回到陕北 八路军整编时 西军整编为八路军129师 红四军整编为129师385吕 红三十一军整编为129师386吕 师长人选 当然是袁西军总司令刘伯成 但是 当时副师长第一人选 国共双方都认定为陈庚 八路军整编时 国民党方面要求陈庚出任129师长 因为陈庚是黄土一期毕业 黄土三节之一 在黄土师生中有着极高的人缘与声望 而且东征中曾经救过蒋介石一命 所以 当时任命八路军中将师长 自然也就优先想到了陈庚 共产党方面却坚持让陈庚出任129师副师长 因为陈庚出任129师副师长